是從剛剛看到布林肯今天會晤王毅的同時 華爾街高度焦慮的是要確保台灣的晶片跟台積電的安全 對沒錯 事實上布林肯來到中國訪問來說的話 這個是今年繼葉倫之後第二位高官到中國去訪問 那葉倫當然是針對所謂的產能過剩的問題 那這次布林肯到中國訪問來說的話 針對一些國安外交以及這些所謂的產能過剩的時候 他還是會跟中國過招 但是在他要去中國的時候 其實華爾街日報或是美國商界或是說政界釋出一個非常重要訊息 就是我們要確保台灣晶片的安全 為什麼要確保台灣晶片的安全呢 事實上前幾天雷蒙多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有說到嘛 他說我們現在的技術是也要領先中國 然後美國的記者就問他說你說了我們是台灣嗎 他說是的 事實上我們台灣已經變成是美國的我們的這個一部分 尤其是我跟大家講 最近剛好有發生兩件事 證明了台灣真的是獨一無二 第一個就是剛才林冠提到說 今天最近剛好是美國的財報週 美國今天除了Google跟微軟公佈財報之外 還有另外一家重量級的公司叫英特爾 他公佈財報 就公佈財報 頭頭頭頭啊 他英特爾上一季的虧了4億元 他因為盤後一些所 所謂的稅後調整他才能夠轉虧為盈 不然他是虧損4億美金 好那我們來講台積電賺多少 台積電如果用美金計價的話賺了70億美金 一個是虧4億 一個是賺了70億 然後英特爾他有公佈他的這個晶圓代工 他晶圓代工是虧了25億 那台積電賺了70億 所以這根本就是不同量級的 雖然說美國一直要求說英特爾你能夠趕上進度 問題是你看到這個數字你也知道說 英特爾絕對是扶不起的阿斗 那怎麼辦 那你現在只能夠怎樣 更依賴台灣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因為最近一段時間 台積電剛好在美國聖塔克拉拉 舉行他的這個今年度的這個北美的技術論壇 那這次技術論壇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這幾天的美股表現並不是很好 可是台股呢已經又好像又準備要引以又往上衝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這次接租了非常多的新的技術 我們知道說現在是奈米時代 那這一次他在這個北美呢 接觸的是未來會進入所謂的奈米的時代 所以他展示了16A 16A是A16的技術 A16技術就是換成是奈米的話 就是1.6奈米但是是16奈米 所以叫A16的這個技術 然後在技術裡面來說 他展示了非常多的新技術 包括說像這個所謂貝奇供電的這個技術 或者說把這個光學元件整合在這個晶片裡面的技術 甚至有下一代的COWAS的這個技術等等 這些技術其實都是目前為止可以說是領先 各大金銀代工的公司 而且這些技術來說的話 可能在2026年左右的時候就可以開始量產 也就是說從明年進入所謂的2奈米之後 後年又可以進入所謂的奈米時代 台積電完全都是按照schedule在走的一個狀況 那尤其它產能那麼的大 所以就目前為止來說話 台積電在技術上面是領先 另外第二個就是最近 因為剛才主政提到說 很多公司都公布財報嘛 Google也公布財報 那微軟公布財報 昨天Meta也公布財報 他們不約而同都講到一點 Meta是不看好 是可能虧未來的這個業績可能會受到過度投資的影響 那包括說Google或微軟也都要加大投資 投資什麼投資AI嘛 所以那AI是誰在做 現在AI全世界只有獨一無二一家公司在做AI晶片 那就是台積電 所以都整理是說 台灣跟美國的產業發展已經是完全結合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雷蒙多會用我們來形容台灣 那就是的確是沒辦法的一件事嘛 所以才說台灣目前為止來說 在美國當然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為什麼這一次的這個整個 這個我們到布林肯來美國訪問的時候 其實美國剛好拜登總統也簽了一些法案 這法案裡面來說 包括說援助烏克蘭 援助台灣援助以色列的一些金援 另外第二個就是他決定說要這個進TikTok 現在這個他已經簽了這個字嘛 現在TikTok的話 要嘛你就是賣給美國的公司 賣給這個非中國的公司之外 要嘛你就是不可能 不然你就要離開美國嘛 所以你看其實上美國很多國安的問題上面來說 都針對中國來打 針對中國來打的話 某些程度當然就是保護台灣的一種一種象徵 好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其實經過這幾年的這個這個試探之後 他也知道了台灣目前為止 台灣的晶圓代工 台積電的訂單裡面來說 美國佔著65% 中國才佔得不到一成左右的數字 也就是說其實台灣的晶圓代工的產品 都是生產美國的產業的東西嘛 所以這個沒辦法一定都跟台灣綁在一起的這個情形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美國當然是非常關注這個中國可能會入侵台灣的各種的這個狀況 那特別是在這幾天的時候呢 這個美國的太空軍的高層呢 他開始出來示警 他說來示警什麼呢 因為他就說呢 最近一段時間 中國在整個太空軍的這個方面來說的話 是投資了非常大量的這個資源 這裡面來說有兩個這個可能會 會影響到整個未來的戰略呢 就是第一個他會用所謂的反太空武器 去打掉美國的GPS等等的這個衛星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或者是說用所謂的這個這個所謂監控的方式 他們目前為止有非常多大概約350顆的這個衛星 隨時在監控了這個台灣 所以等於說透過太空軍的投射的力量 之後呢 或許可以減緩美國在這個所謂反拒 拒止跟反介入的等等的一些作為 所以他們美國 中國在發展太空軍在上面來說的話 美國是認為說是針對台灣而來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這個布林肯到中國訪問的時候呢 他見了中國非常多官員嘛 導播說這樣最重要的是見了 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 那見了王毅之後呢 其實王毅跟他提的這個所謂三點不易以貫之 就是不要干涉內政 然後不要踩中方的這個紅線 不要抑制中國的發展 但是問題是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不要抑制中國的發展的話 美國還是一直在封鎖科技啊 那不要涉及中國的主權 這個在美國在中方認為說 台海問題你就是踩我的這個紅線的一個狀況 那特別是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布林肯跟他談什麼 布林肯跟他談的就是 包括芬太尼的禁藥的問題啦 包括中美之間的問題 還有他們疑似中國援助俄羅斯有一些證據 現在有一個傳言就是 這一次呢可能布林肯去探了中國的虛實之後呢 確定待會我們收到收集到什麼證據 因為現在有傳言是 美國準備要對中國打壓這個銀行體系 他準備要把你有緣二的一些公司 我把他提出這個美國的銀行體系 所以這是非常重 這接下來要看怎麼樣去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布林肯又提到說 除了葉倫有提到所謂不公平競爭之外 他也提到不公平競爭 但是呢中國就說 啊沒有我們是按照這個市場經濟來做 所以他事實上現在雙方 其實還是處在一個各說各話的這個狀況 好那處在各說各話的狀況之下呢 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呢 美國的國防部長跟中國國防部長 兩個人又有見面就談話 那談話的話是視訊談話的這個方式 那當然兩邊都希望說能夠增加兩個國家 在這個軍事武力上面的一些對話 但是呢中國國防部講了一件事 他就說台灣有事 台灣有事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美國搞事 所以他就說了美國你千萬不要再 停止武裝台灣的 尤其是說他說 美國應該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停止武裝台灣 立即停止一切 所謂的美台軍事的往來 還有官方往來還有軍事的聯繫 問題是有可能嗎 不可能嗎 美國現在很擔心台灣被拿走了一個狀況啊 尤其是這幾天的時候呢 有人問到這個中國解放軍的相關的發言人 就說呢 那請問呢這個有外界傳到說到所謂的 2027年的這個阿基尼諾說的所謂的 清台的時間表 那中國的國防部怎麼回應呢 中國國防部就說 我們為了要維護我們中國的主權 我們時時都準備戰鬥 所以看起來的話其實 中國還是有在持續準備在這個 因為台海的問題有準備要戰鬥的企圖心 美國也是非常怕這一點 至少在美國找到那個晶片的第二供應鏈之前 一定要確保台灣的安全啊 可是我剛才就 我一開始就講 從Intel 他目前為止虧得那麼慘 跟台積電的規模差那麼多 技術也差那麼多的狀況之下 你覺得美國短時間找得到任何一個第二供應鏈嗎 我跟他講十年內都很難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